相信很多看完近几年的亲子综艺后 都对那些可爱纯真的萌娃印象深刻 这些萌娃在节目中大秀英语 琉璃的英语让大众感慨 十多年的英语白雪了 黄磊女儿多多 有时候会和一起参加节目的萌娃用英语对话 甚至面对外国人一口琉璃的英语 交流起来毫不费力 节目中在新西兰寄宿家庭 也是可以琉璃交谈呢 吴振与儿子凡满在节目中 普通话粤语英语顺口捏来 看得广大网友好生羡慕 在节目中路易女儿贝尔 虽然说英语次数不多 但是不难看出 在新西兰寄宿家庭也是交流OK的 曹格尔兹兆 国语英语都说得很溜 平时和家人也有用英语交流 和老外交流起来也是毫不费力 早前无尊大女儿奶奶上节目 一口琉璃的英语更是萌出一连血 李小鹏女儿奥里 妈妈不仅是人美大长腿 还是美籍华人 一出口就是标准的美式英语 自然奥利的英语也不赖 留业的儿子诺依 有着中法混血的高音质外表 不仅能说中文 连英语法语都不在话下 沙克利女儿抛皮是中家混血 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 也是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语 传说中的白富美 就是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 低调奢华有内涵 杨幂在参加真正男子汉的时候 和家人通话 小诺米直接用英语和妈妈打电话哦 她才两岁半啊 英语竟然说的那么流利 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女儿甜心 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 她的外教到她家来教学 早教也是国际机构 上课活动时 好多外国小朋友哦 所以她的英语 其实也说的很溜呢